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用像類似卵巢的概念 當這個病人的Blocka基因有先天性的缺損 所以他的後來他的乳癌細胞當中的DNA缺損 沒有辦法靠Blocka去修復 必須要用Pub來做一個修復工 來取代Blocka的任務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方法 我們就用一個方法 就是用一種藥物 這種藥物就像一個炸彈一樣 把這個Pub這個修理工把它炸傷 或把它炸昏 這些藥物通常是透過嘴巴吃進去以後 藏味道吸收 跑到血液當中 經由血液循環送到癌細胞的過程 這時候送到癌細胞 這些藥物就會讓這些Pub的修理工被打昏 或被打死 當這個Pub的修理工被打昏或被打死以後 它會不會修復單骨DNA的破損 它就沒有辦法進行單骨DNA的破損 這功能就沒有辦法發揮 那就好像什麼講 有一句成語叫做烏肉偏縫連月雨 傳遲又欲打同風 就是說當我們修復的機制 只剩下Pub幫我們獨立這樣稱 孤沉無力難回天 這時候你又遇到了一個抑制器 把你這個Pub的功能又把它抑制住了 所以這時候DNA的修復 就完全沒有人可以主導很完整的功能 所以這DNA的結構就會像這個一樣 無論是單骨還是三骨都產生的問題都沒有人去修復它 這時候如果DNA要產生複製 就沒有辦法進行完整複製 就會變成補優碼事件又再次出現 所以這時候當的癌細胞沒有辦法複製產生更新的癌細胞 舊的癌細胞老的癌細胞就會慢慢死掉 新的不來舊的又慢慢死掉 所以癌細胞的數量就會慢慢的被減少 慢慢的疾病就會受到很好的比較好的控制 這樣的概念其實在乳癌當中就會有兩個目前FDA通過的藥物 第一個跟我們剛才卵巢來的介紹的藥物是一樣 叫Orapalip 它的中文名字叫Lin-Isa 目前用在乳癌的試音證是這樣 不過台灣目前還沒有核准 它是用在已經擴散 而且腫瘤本身具有先電性Blocka基因突變的乳癌患者 才可以使用 它其實根據的研究是一個叫Olympia的研究 一樣它是用在所謂的晚期性的乳癌的病人 這些病人都有去做過基因檢測 確定是一個先天性的Blocka基因的突變 分成兩組 一組就是用傳統的化療 一組就是給它用這個Pub抑制器 你可以看到它疾病控制的時間 就有沒有明顯的差別性 重點來說這個藥物可以讓這個病情 因為病情惡化 產生生活品質變差的速度 其實會比較減緩 有一部分是因為說化療本身會產生生活品質 本來就會比較差 另外就是化療對這疾病控制的程度 的優勢率沒有那麼好 所以當然它的生活品質 二化速度來講 會比標靶治療藥物的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另外一個是目前台灣還沒有上市的藥物 叫做Telazoparib 這是另外一個Pub的抑制器 它目前核准在乳癌的失音症 跟剛才講的這個令癌殺的失音症 基本上是類似的 而且它的研究也是大概很類似的一個研究 它體上的效果也是差不多一樣 而且對於生活品質的改善的部分 也有一定的成績 好